2023年2月 美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向西方盟友施压 要求他们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 逼迫欧盟国家选边站 这是中美竞争以来 美国对盟友国家的又一次尝试 自从2018年中美爆发大规模贸易战以来 世界局势发生极大改变 中国和美国的决斗成为主流声音 全球的目光都集中在两个大国身上 安安判断各自的胜负把握 中美竞争的主战场到底在哪里呢 中国又该如何应对挑战呢 美国的第一个战略重心是中东 石油美元结算体系是美元霸权最重要的部分 而美元霸权又是美国收割全世界 保障自身发展的利器 所以美国无法离开中东的石油 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而且相对来说 中东产油国较为弱小 宗教矛盾和地区冲突不断 美国可以有更多机会插手其中 保障自身利益 因此 美国一直将确保中东地区能源供应的稳定和安全 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重点 自从二战之后就孜孜不倦地经营 美国对中东地区倾注了很多的精力 每一年的军费开支都是难以想象的数字 在美国的不断加压下 中东没有多少抵抗能力 多年来一直匍匐在美国脚下 不敢轻举妄动 自从中美竞争加剧后 美国将目光投向亚太地区 加快了从中东撤军的脚步 于是中东出现了短暂的权力争空 这里未来将作为中美决斗的主战场 吸引更多资源投入其中 美国的第二个战略重心在欧洲 美欧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这种关系不仅涵盖了政治 经济 安全等多个领域 而且在世界领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一战和二战将欧洲打得倒退几十年 美国则极其发战争才强大起来 并通过政治手段遥控欧洲局势 如此经营多年之后 美国已经可以在很多领域影响到欧洲 美国因素无比重要 另外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是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代表 对人权、自由和平等价值观坚持不懈 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使得美国和欧洲国家 在世界事务中能够形成协同合作的力量 经过多年的发展 欧洲已经深度融入美国的经济体系之中 在政治上也缺乏足够自主能力 无法违抗美国老大的主意 双方处于同一个阵营 美国有必要维护好盟友国家的关系 真正关键的战场还在亚洲 尤其是东北亚地区 美国将中国视作头号竞争对手 必然要实施相应的策略 以前他们更多地把精力投入中东和俄罗斯 现在将目光转回了亚洲 美国因此提出了所谓的亚太战略 主要包括军事存在加强、经济合作加强 对华态度强硬 安全合作加强和加强网络安全合作等方面 旨在加强自身在亚洲的影响力 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 日韩两国是美国布置亚太战略绕不开的点 美国在当地不仅驻扎了数以万计的军人 设立了多个海陆空基地和大量前沿设施 还在政商两界具备控制力 如今看来美国的先发优势很大 中国需要全力应对 补足自身缺陷的同时 不要留给对手太大的漏洞 保持良好精神状态 以一副更加充沛的面貌 来迎接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科技是中美竞争的主要战场之一 中国应该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 提高自主可控能力 不断扩大自己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这也是美国对中国最大的封锁 当今世界科技水平的高低 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 为了应对美国全方位的打压 中国制定了制造2025战略 加强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 旨在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 同时加强人工智能 半导体等领域的研发和投资 以缩小于美国的技术差距 通过这些措施 中国试图实现科技自立和减轻美国技术制裁 对其经济的负面影响 撕开封锁圈 中国对美国实施的贸易战和制裁 采取了反制措施 美国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 例如中国对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限制对美国部分农产品的进口 展开对美国企业的反垄断调查等 通过这些反制措施 中国试图缓解美国制裁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压力 同时表明自己在贸易和经济领域上 有一定的反制能力 让美国投鼠忌器 不敢太过于针对中国企业 中国应该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 注意内循环 提高整体综合实力 使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更有话语权 同时也需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 社会安定等方面的关系 在国际外交领域 中国也需要加强外交能力 积极倡导建设性角色 争取更多国际支持 团结更多朋友 在与他国的交往过程中 加强自己的国际形象 树立和维护良好的声誉 中国采取了多种回应措施 来应对美国的制裁 包括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并加强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 通过国际组织维权和反制措施等方式 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中美竞争无法避免 但是中国可以通过加强经济 科技、外交等方面的努力 来提高整体实力 以及积极扩大合作 减少对抗的空间 尽力为推动和平稳定国际环境 做出贡献 战斗已经进行了五年 美国并没有将我们打垮 只要中国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那么未来一定能够完成 对美国的反超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